今天我想跟大家講的題目是 為何要叫我們健力做一項專項的運動 大家都知道健力力量訓練 我們最主要訓練的是 Squad 心臻 Bench Press 我推舉 硬拉 Deadlift 和 overhead press 肩推 為何我們是一項專項的訓練呢? 跟其他運動一樣 例如跑步 籃球 足球 其實他們都需要有一些專頁的教練 去教導他們無論是技術 是體系 例如是團隊的時候 他們需要有一個體球隊的技術 去融合在一起 才可以做到這個化學的作用 球員就需要從教練得到這些知識 在我們健力中 我們需要進行的心臻臥腿硬拉 在裡面牽涉到的肌肉是超過全身的95% 當然當你做完這三個動作的時候 全身所有100%的肌肉都會用完 但如何配合全身這麼多肌肉 而進行極大的重量 重點是在一個正常安全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建立教練 去教導學生的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說 做得這麼重很容易雙關節 雙腰 例如是雙手腕 雙肩膀 雙膝膀 但我們是一個專項的運動 等於你覺得打籃球 會不會很容易撞傷 或者會不會很容易去咬柴 有時候就會看你 懂得保護自己 這個也是技術的一種 我們建立的時候 我們教導人的就是需要如何配合 還要做你的呼吸 心理上 力量上 以及計劃上 所有的東西我們都要做得很細節 才不會是大重量時會受傷 但你說建力有沒有教練牌 沒錯 建力是有教練牌的 建力絕對是有教練牌的 我之前特意飛去美國 就是考考這張 USPA所頒發的建力教練牌 這張牌照 你不去美國去實習 以及去給他看看你本身是否玩建力 是不可以有這張牌照 即是你不可以overseas 或者是上網做一些online coaching 就可以考得到 首先 它是require你是一個powerlifter 即是你一個是建力運動員 第二就是你有建力的知識 因為很多例如香港 很多建力運動員 沒錯他們是建力運動員 而且他們的成績是非凡的 是十分之好的 而且是差不多到國際性 但是一個運動員 即我們可能說一個甲一的運動員 他未必是做到一個教練 我們經常都說的 如果你是比較 剛剛新進來一個運動員 你都知道 其實懂得教和懂得練是兩回事 你一定要好心水清才懂得教 你一定要好努力才懂得練 懂得去表演出來 教練的作用就是教導這個球員 球員的責任就是把這個知識 去做出來 這就是教練和學生的分別 所以為何我們要特意去美國考取這個牌 因為他所教的知識 以及所有一個建力教練 最需要學到的東西 他都包含在裡面 他做了兩天的Full Time 兩天的Full Time 差不多是從早上9點到晚上的6、7點 Full Time 途中他不只是說說說說說說 他不會只是像一個PowerPoint 因為我之前也上過香港的健身教練課程 他不斷在說說說說 對著PowerPoint 不斷在說說說說說 是沒有這個實習的機會 但是你首先 因為他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個requirement 就是你要是一個健力運動員 你不可以你的成績太低 然後你去到的時候 你就要做給他看 直接做給他看 因為我們是一個Powerlifting Gym 開這個Seminar 然後我們就需要去Perform給他看 然後他會逐個逐個執子 那天我們上課的學員 有差不多超過60人 但是教練 他們的教練團隊是超過10人 一對六在香港 已經是超級無敵的小班教學 所以為什麼我要特意飛過去 就是因為他們的教學質素 以及他們的經驗 再加上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自己本身是建立運動員 而不是一些普通的茶娃娃的運動員 不是運動員 或者是喜愛好者 還有我覺得 你作為一個運動員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教練 你必須要去考取有關的專業資格 你才可以給消費者一個信心 但是首先建立 本身在香港已經不太盛行 第二就是 人們就會說 其實你教心俊俄腿硬 普通健身教練都會教 但是為什麼要找你 沒有說的 等於你去跑步 你不一定要跟教練跑 或者是 你去跟隨其一個教練都好 他都會教你跑 但是 他的專業性細節 他會不會真的教到你 以及幫到你 一些細節位 去幫你Perform得更好 或者是防止受傷呢 所以這件事 就是我們 為什麼要特意飛去美國 再去考這件事 而將來 我們也會考國際的 建立的裁判牌 所以 就是要不斷在這個 專業的領域上升級自己 才可以在建立這個範疇 給客戶我們的信心 或者給學生一個更多的肯定 就是我們是一個 有排的建立教練 的專業資格 所以當你做到這個專業資格的時候 當然要找一個很有權威的 Federation 你不可以隨便 其實老實說 在香港考健身教練牌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容易的 3000至5000元 不等你去考上30個中堂 然後做MC 完成 再去考高級教練健身牌 其實我個人來說 不是太大作用 首先 如果你是自己開私人健身式 更加不用排 當然你最基本考過普通健身教練牌 就可以了 或者如果你想進入大場做 你考過高級健身教練牌 可能你的薪金會比較高一點 這就很dependent 你自己是 Aim for 些甚麼 但如果我自己在建立的領域來說 我覺得自己有更加多的專業 更加多的經驗 更加多的知識去幫助人的時候 這個才可以帶給客戶的最大得益 而且他們花下來的金錢 才是最大的得著 而我覺得 考取這個健力教練牌 是必須要的 如果你是想得到肯定 和想得到這個成果 你說 例如普通一個運動員 基本上他有這樣的成績 基本上他有這樣的經驗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 為甚麼要有牌照呢 為甚麼等於老師 現在開始就要考這個相關牌照 才可以做到老師呢 為甚麼你現在開始越來越多的教練 需要考取這個 足球教練牌 才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 去做這個 project 這就是證書的開始 越來越受到認受性的關係 因為譬如很多TRX Cettlebell 或者很多 就算現在徒手訓練 好像街頭健身一樣 都開始開設這個證書 就是因為 不想讓太多的愛好人士 就純一聲轉身 就變成教練 你都要平衡自己的Quality 你自己本身的地區 香港地區的教練Quality 其實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 如果大家有機會 真的在自己的行業 想發展 記得我很想告訴你 如果你們有機會考牌 我覺得是真的要去爭取的 一個很認受性的機構 是很重要的 不要說柴柴柴柴柴 每個人都考得 考完就是教練 那些才是 大家心知套命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題目 為甚麼我要特意飛去美國 去考這個建立教練牌 香港有建立教練 但是你考取建立教練牌 是比較有難度的 現在大家可以自己上網 上Google搜尋 香港建立教練牌 大家就知道 你的難度和你的情況 是發生甚麼事 我在這裡也不多評論 如果大家OK的 考一個自己專業的教練牌照 給多些信心自己的客戶 或者是給多些信心自己的學生 去報讀你的課程 這就是今天想說的題目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及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